而大陆湖北交通警察意外破获了一起绑架案 巡逻的交通警察看到一辆车子好像很诡异 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就去查看 结果呢原来是车子抛锚 结果突然车上的乘客大声的呼喊 一查竟然是被绑架 嫌犯也就这样子被逮个正着 银色叫车为停在高速公路边 让经过的交警觉得有些不对劲 上前盘查时竟然听见车上传来大声呼救 警方发现一名坐在后座的男子疑似被挟持 让远警不敢大意连忙寻求支援 后排座椅上坐着三名男子 中间的一名男子浑身是血 拼命挣扎想下车 曾派的警力到场后远警迅速将嫌犯制服 原来这是起地下赌场的债务纠纷 嫌犯辖持男子没想到在半路上 汽车因为没有油而抛锚 一伙人就这样被警方逮个正着 幸运男子也因此获救 而浙江的这名女驾驶同样也从惊险意外中逃脱 监视器画面中清楚拍下女驾驶被人挟持的画面 然而事发当时天色昏暗 车外很难察觉异状 被害女子在通过收费战时拼命对收费员使眼色 这个动作也让急紧的收费员起了疑心 立刻报警处理 让女驾驶幸运减密 记者综合报道